陆台长 你好 你好 我帮一个同学问 他是武器人时机的 男的女的 男的 想问什么讲 看到有没有灵性 身体 他这个出毛病了 经常自言自语 他晚上睡不着 自言自语 身上有灵性 听得懂吗 是是是 他说什么话的 他说白话的 白话佛法是我说的 他说什么语言 他说 海风话 本地话 香港话 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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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讲 我告诉你 他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像一个动物在他身上 所以经常让他跳啊跳啊 走起路来像跳跳一样 一个跳鬼啊 在他身上 他自己年轻的时候 杀过一个很大的动物 有没有 他说 他说年轻时候不清楚 没有杀过 什么叫不清楚啊 狗杀过吗 小猴子杀过吗 大老鼠杀过吗 你跟广东话呀 他说忘记了 他不清楚 忘记了 他跟你说 他杀业很重的 他这个已经出毛病了 你记不记啊 你叫他要好好放声的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睡不着觉 是很长时间了 你跟他讲啊 他说你睡不着过过过过过过 半年半年 他说半年 我告诉你 接下来 还有个问题了 他一个左眼 左眼啊 经常跳 而且左眼以后慢慢会看不见 有没有 这样慢慢有跳啊 更常跳 有啊 明白吗 还有 他以前咬 有跳过的眼睛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啊 眼睛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还有啊 他的左手发麻 每天早上 那是右手 洗澡啊 戳背啊 他说咬啊咬啊 对啊 每天早上 啊 讲都不要讲的 手发凉 嗯 腳发凉 嗯 听得懂吗 你要好好听台长话的 你要放声的 像他这种人 现在走掉的话 是下去做鬼 嗯 听得懂吗 嗯 他说听不懂 麻烦了 他你说 他会 他会听啊 会听啊 你要叫他每天要念经 念大悲咒 哦 念心经 他现在念经 念三个多意 他问你的 那个经文 念得好不好 他已经念了 啊 念得三个多意啊 已经修 已经蛮好了 那小环主呢 小环主他念得好不好 嗯 还可以 可以 他这个人啊 没有胆量去搞别人 但是呢 小气 然后呢 心眼很小 你小气 我说你小K 你小气 听得懂吗 吃不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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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台长 他换三个五换 换多少 放声啊 先换两千五百条 他这个人啊 我告诉你啊 他这个人啊 很小气 自己 自己都不舍得用的 他把钱全部藏起来的 藏起来的 明白了吗 我都知道他藏在哪里的 他说对啊 他说对啊 对了 肯定对了 我讲的会错的 明白了吗 啊 你跟他讲啊 你家里不大 但是呢 还是蛮干净的 他这个火台啊 左边啊 有一个窗户啊 下面有个沙花啊 对对对 你明白吗 他问你 要不要出药啊 现在 他现在啊 我看看啊 你叫他现在吃半颗 去跟医生说 我现在好很多了 医生 我能不能减量 吃半颗 听得懂吗 跟医生说 我吃半颗药 医生会给他 然后他的脑子会好 我告诉你 他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啊 他的头发就是吃药吃的掉掉的 明白了吗 而且他的脑子发呆 明白吗 其实他过去脑子很活的啊 做小脑筋 做小生意特别活 他还会帮人家delivery 送东西 听得懂了吗 他现在这个小房子 要念多少 小房子啊 一直念下去 小房子一共要念 八百张 好吗 如八八 八八张怎么讲啊 八八将 八八将啊 八八将啊 江 他说以后会不会好的啊 你说什么 他说以后会不会 这个病情会不会好的 他如果不念经的话 他就不会好了 就是一直 年纪大 清清楚楚 然后呢又糊涂 清清楚楚又糊涂 到了晚年呢 就是个老年痴呆 如果他念经的话 台长可以保证他在一年零四个月 基本上恢复到百分之七十 我帮我问问你 你能不能叫他不要吃活的 他说可以可以 可以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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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猛害心的 我告诉你 你跟他讲啊 他下面里边的牙齿都坏掉了 台长刚刚看图腾的时候 他这个图腾整个里边牙齿都不好 关节也不好 你又跳了 又跳了 他脱了一垢 他脱了一垢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问一个王仁台长 王仁 王仁 叫什么名字啊 叫南章 是林的林 章是章鸡的章 姓什么 姓林 林章 章是 姓林啊 林的章 章鸡的章 你一个个讲 姓什么 姓林啊 双木林 双木林 第二个字 是章鸡的章 就三点水一个 就是王 王就边 王就边的章 王字边旁 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荣地点 这三 三华的那个 章鸡的章 我都说不准 这个 不知道啊 林章啊 林章 章是 你 你找一个 带人讲一讲 你看看 工作人员跟他念一下呀 什么章啊 写一下 什么章啊 叫林珍 双木林 珍珍珠的珍 哦 林珍 林珍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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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子很矮 嗯 对对对 对对对 头发往后疏的 对对对 鼻子都蛮大的 对 对 哎呦 你妈妈 你妈妈在家里过去一直念经的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在天上 在玉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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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谢谢 要不要我叫他下来看看你啦 看看你这个不孝子孙的 她说你是讨债鬼啊 现在我是忏悔啊 她忏悔 忏悔了 好好忏悔了 她现在跟我说你是 讨债鬼听得懂不啦 对对对 罗宰鬼啊 好了好了 谢谢 没事啦 嗯